CBE公司已经发文了 说在修赛期 球员在合同期内 修赛期不能参加商业内容的形式比赛 专门针对二日发了个文 流量太大了 就在昨晚西转丽江与集盟会长连麦时透露 CBE针对曾凡日参加复战比赛仪式 专门发布了一条球员在修赛期 不允许参加任何商业比赛的规定 看来今后很难再看见职业球员出现在接球比赛的赛场上 不过出台此规定的具体原因 CBE并没有明确说出 有可能是怕球队球员出来挣外快容易受伤 或者是像习热丽江所说 流量太大 会导致观众对CBE的看法产生影响 此次赴赞统决赛 有众多职业球员参加了此次比赛 热度确实很大 以至于盖过了CBE季后赛的公投 由于观众不太高 所以也是引起了CBE的关注 不过西岛与集盟会长连麦时 还是表示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要知道 现在接球圈 有很多无法在CBE舞台上战斗的职业球员 加入接球圈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来今后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职业球员 要加入到接球赛事中了